娱乐新闻早知道,就在新知娱乐 继5月31日在长沙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之后 1号下午,香港歌手邓子奇在长沙福乐TV举办了自己的签售会 当天邓子奇身穿一件蓝色肚体背心 步行中展现出清秀好身材 引来众多粉丝尖叫拍照 对于记忆了很多关于她和谢娜不合的传闻 邓子奇也做出了回应说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 她私底下和娜姐的关系很好 平常都通过微信聊天 在微博上互动,互正礼物和荷兰台的很多艺人朋友 自己下关系得非常好 在参加完《我是歌手2》之后 邓子奇的人气一步飙升 常常眼上会到满,粉丝人数激增 当记者问她认为自己属于偶像派还是实力派成 她说两个都是她的追求目标 她希望自己一直唱下去,一直唱到不能唱为止 听说长沙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每次都感到很亲切,长沙的歌迷很热情 她本人也期待下一次再来长沙开歌唱 听这位长沙的朋友改变歌曲 给她对一样的听感